请订阅读者, 讨论和普通作文是一样的 讨论和普通作文是一样的 有人跟jenice 也是一样的 需要学生们去讨论一个达助 然后也是要Burnas, 就是有Logic的 Logic, 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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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 然后同学们会被要求选一个, 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或者你可以拿jerandung, 就是你可以站在两边 有同意有不同意, 比如说讲到上网 你可以两个paragraph讲好处, 两个paragraph讲坏处 这种叫jerandung, 就是没有直接讲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如果你要同意, 就讲完四个的好处 你要不同意, 就讲完四个的坏处 然后最后的话, 你要做自己的Casimbulan 就做结尾, 你要做ending, 来讲多一次你自己的看法 对于你在讨论的这个题目 然后这种作文的话, 也是一样要分成本达胡罗 要分成依西奔定, 要分成本达毒 最好的话就是一个本达胡罗 四个依西奔定, 然后再本达毒, 就是最好的了 然后学生们要明白, 跟要熟悉这些方法 就是要很熟练这些方法 怎样去做一个本达胡罗, 还有做一个结尾 要setapandai monola isusupending 就是要很厉害去表达你的重点 要给人家一看就懂你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你的那个Burangan EC 就是你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paragraph 一定要有EC, 要有Hurayan跟Chonto 比如说我讲运动有好处 这个就是他的EC 运动的好处就可能是让身体健康 这个是我内容 Hurayan的话就解释 比如说身体健康的话 我就可以减少去看医生的机会 然后Chonto的话就可以讲 这样子我可以省更多钱 那个钱我可以省下来做什么事情 就最少要有三个句子就是最好的了 你就可以拿到macapreno 就是在EC那边会拿到满分哦 然后本国拿案telephone bimbit 就是使用这个手提电话 telephone bimbit 手提电话就是可以带出门那种电话 叫telephone bimbit 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了 在这个社会当中 尤其是devasa 就是成年人那些adults 带电话出门很正常 讨论下burobae 就是坏处跟好处 就是两个都要讨论 使用这个电话 在学生们 就是学生们 在学校使用电话的好处 跟坏处 两个都要讨论到 然后这里的话 它就分成 像电话这种的话 就是一种media 它是media electronic 然后一样有好处跟坏处哦 好处的话可以讲 我可以联络我爸爸妈妈 在有紧急的时候 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我 我可以联络朋友 如果有功课上的问题 然后我有各种方式的 Bungulan就是call 就是我可以用WhatsAppcall他们 或者用WeChatcall他们 就有各种各样的call 它也是会有坏处 坏处就是不能够好好学习 因为你会沉迷在玩电话 然后安全方面 也是不能够被保障 因为你可能会被投电话 或者是被抢电话 所以这两个是坏处 这两个是好处 然后结尾的话 就是爸爸妈妈要慢慢到 就是要guard着 看他们讲用 然后这个是不好的essay 看他讲的重点 这里他讲他不好 是因为他的easy penin Dita diola de la sepuna 就是他没有好好地讲 他的easy penin是什么 然后大多数的句子 都是aya tunggal 就是很简单的句子 然后很多句子 都是没有grammatist的 就是有很多grammar error 然后有很多的 Katabasa的错误 比如说Yukasalan in Wuhan Kataganda 跟Saksharayat 这种都是他的错误 然后他的字数也是不够 然后我们来看他哪里 不够 你看这一边 Tedifon Mimbi Yukasalan in Wuhan Yukasalan in Wuhan Yukasalan in Wuhan 在社会不可能 Yukasalan in Wuhan 一定是Dalan Masharakat的 这里他就错了 然后 这里你看他一直在重复 Menghu bongyi Ibu bapa Mereka Pada Bila Bila Masa 然后这里 Yukbole Menghu bongyi Ibu bapa Dan Ibu bapa 一直在重复 这些字 就会被coufen 然后 就是一般的打电话 Atau SMS 就是Send那个Message 这个SMS应该是要大写的 它也是没有大写 然后 就是讲同学们 不会跟不上学业 如果他们没有去学校 这个的话 根本就是坏出来的 就是你没有去 你就是肯定会跟不上 因为工科那家就没有得拿 然后你看他的结尾 他的Ending 就只有一个sentence 所以这种肯定是 他不用看你的东西 有没有Grammar 还是有没有Buribuster 一看到这样子 就懂是不standard 就会先coufen了的 然后好的话 就会像这样子 你看他每一个paragraph 都是很balanced的 这种就是好的Ace 这样Media的话 这种媒体的话 我们分成两种 一个就是印出来的媒体 就像报纸杂志那些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电子的媒体 手机就是一种电子媒体 像手机啊 Internet啊 电脑这种 都是电子媒体 就是不是print出来的 然后还是很出名的 在整个社会里面 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 虽然这样 使用这个电话 在学生们当中 还是会有好处跟坏处 Young Thurston TV 就是自己的好处跟坏处 Depends on你自己 怎样用 有些人用可能就是 全部好处 有些人用就全部坏处 如果同学们用这个电话的话 他们就会能够联络 他们的爸爸妈妈 在任何时候 就是突然间要留校 还是突然间受伤 怎么样联络 随时都可以联络 同学们可以联络 爸爸妈妈 尤其是当他们 遇到一些情况 很紧急的情况 比如有意外 东西不见 或者是别的东西 爸爸妈妈就不需要 担心他们的安全 因为他们能够 随时联络到他 就不用那么担心 然后虽然如此 使用这个Telephone Muda Ali Telephone Muda Ali 就是Telephone Bimbit来的 还有它换字 就是容易带出门的电话 就叫Telephone Muda Ali 它也是有坏处的 如果你没有被妈妈 好好的搬到 就是好好的监督 好好的guarde着的话 同学们肯定会 不能够专心 Seperno Bratian 就是完全100%的专心 在学业方面 这是因为同学们 肯定会错误的使用电话 这里的Mnya La 这个Nya La是Sala 然后Guna是用Sala Guna就是错用 就是配在一起的话 就是错误使用 就是用错了 原本Internet是给你方便的 结果你拿来打Game 就是错误使用这个电话 他们就肯定会沉迷 Leka就是很沉迷在玩Game 在各种的游戏 或者是Video 就是一直看YouTube 有在他们的这个电话里面的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特加地就是发生 已经肯定他们的学业 会被忽略 就是没有这么注重 然后成绩就会推步 虽然这个同学们的安全 也肯定不能够被保障 就是不能够 被确保会安全 这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接触到 就是会接触到一些偷窃的案件 人家懂你有带电话 就会去偷你电话 如果懂你没有带 就不可能会去偷东西 所以他们如果有带的话 就会接触到被投的案件 Leva Saini是现在这个年代 偷东西跟抢东西 抢这种电话的话 在学生当中是很严重的 然后有一部分的case都是有受伤 当同学们想要对抗这个Beragut 或者是Bertrui 就是被抢或者被偷 他们想要抢回来 想要能当他们 然后当这些人 他们抢除外抢拉利干 他们尝试要跑走 就是带着电话跑走的时候 他们去抢能当他 就一定会受伤 可能被推倒还是怎样 所以Tersera就是Pass 要Pass给这个父母 到底要不要允许 要不要Allow他们的孩子 去用这个电话 还是不要 不然我们要Guard 他们使用电话 他们的孩子使用电话 Sekarat Mungin就是很时常的 可能两天Guard一次还是怎样 为了要确保他们使用电话 是没有被错误使用的 没有被孩子错误使用的 第二个的话是要讨论 这个Gertage和Dada 就是毒品的上瘾的事情 在年轻人当中 很多年轻人会细毒 然后都会上瘾 然后开头的话就讲到 细毒是时常被登出来的 就是电视机也会登 然后外面的广告版也会放的 时常被登出来的 在年轻人当中 有各种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会细毒 第一个就是 年轻人的社会 他们都会觉得Fantasy 就是觉得很梦幻 觉得细毒很厉害 他们很想要尝试 然后宝宝妈妈 是要给予解释的 要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不要细毒 然后Agama 就是他们自己的Agama 他们自己的宗教 可能有些人是没有信任 任何的Agama的 就会Rapport 就会比较脆弱 比较Week一点 别人讲什么好 他就去什么 然后有一部分的生活 就是没有人 可能爸爸妈妈不在家 他就跟朋友进去吸毒 或者是他的Mandy Day 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没有人教他 吸毒是不好的 另外一个点 可能是生活中的压力 可能他觉得生活不开心 很压力 他会拿Jalan Muda Jalan Muda就是Short Cut 就是我他不要去Relax 他就直接去吸毒 他觉得是一种Bernia Lassaya 就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解决他的Stress的方法 可以帮助他 跟去教他 就是可能他的朋友们 还是他的老师们 应该要去帮他 跟教他 跟他讲 怎样去 怎样去Release掉这个Stress 不是去吸毒 然后还有这个好朋友 你有事情不开心 就去找你的好朋友 他是你的Tempad 就是你Complain的地方 什么东西不爽 就跟他讲 然后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好的朋友可能就会 Menaséhat 你就会劝你不要吸毒 坏的朋友可能会教你吸毒 还卖 还给你毒品 Ending的话就可以讲 全部BH 全部BH就是全部人 可能有BH Sarkola BH Kerajaan这种 他们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以便是不要后悔的 就是你要提早交代 以后才来后悔 这个Stress Bla Gangan Ini 这边是要逗号的 找一个逗号 Stress Bla Gangan Ini 是最近 最近这个现象 就是这个phenomena 吸毒的这个phenomena 时常被刊登 被媒体刊登 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等 每一天的新闻都有 最多的群体 牵涉在这个现象的 就是年轻人 就是吸毒 最多人就是年轻人了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造成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有不少的各种方法 已经Liguna 就是被apply出来了 为了要阻止他 就是警察有做了很多方法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然后 年轻人的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他们的生活有很 更多是根据这个alarm fantasy 就是一种梦幻的世界 比较起alarm reality 就是真实的世界 像他们喜欢住在internet里面 每天就用internet 他们想要尝试任何新的东西 对于他们 然后他们不会去想 单巴们 每个干就是没有去想这个后果 会发生的后果 他们都不会去想 想要尝试的这个factor 这个原因 就是导致各个年轻人 牵涉在这个吸毒里面 因为他们尝试嘛 一尝试了 然后就上瘾 所以就会一直拼命的吸毒 所以爸爸妈妈跟这个老师 特别是要去解释一下 这个原因跟这个后果 如果他们去尝试那个东西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一定要解释 这个事情是不能够被尝试的 然后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尝试的 比如说他们想要try抽烟 不会上瘾的 他们可以try一次 不会上瘾 但毒品的话是完全不能try的 因为你try了就会上瘾 你要stop也stop不到 然后不刚刚安格曼的话 就是宗教信仰 它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个问题 然后大多数的年轻人 会牵涉在这个 就是这个吸毒里面 Berlata Berlakanan 它是混在一起了 Lata Berlakan 两个就是背景 Berlata Berlakanan 就是有怎样的背景 如果是有这个宗教 Yang Rapport 就是比较弱的宗教的背景 他们就更容易吸毒 因为如果你是有很强的宗教的背景 你的神秘会跟你讲不能够吸毒 然后你就不会去吸毒 然后如果是很弱的话 他们就会不知道 什么叫做Dosa或者是Bahala Dosa Bahala就是 罪念 就是你做错什么事情 你的神会罚你 你做错的那个事情 就叫做Dosa 或者叫做Bahala 就是你做错的事情 然后对于他们那种 对宗教来讲很弱的话 他们都不相信神 所以他们也不怕这种罪念 然后对他们来讲 全部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做不要做都一样 反正他们的神也不会罚他们 然后对于他们来讲 毒品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很重要 像我们每天吃饭这样 对他们来讲毒品 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全部单位 尤其是爸爸妈妈 必须要教育他们的小孩 要有很强的 这个agama的 这个bergangan 在现在这个年代 很modern的这个年代 时常发生到 这种生活的压力 对于一个人 尤其是年轻人 为了要解决 他们这种压力的问题 他们都会走这个short cut 就是去吸毒 对于他们来讲 吸毒就是 这个la就是 要la的那个la 吸毒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他们的 这种stress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里面 爸爸妈妈就必须要 帮助他们 然后要去教导他们 怎样解决 这个面对的问题 不是去吸毒 朋友们的饮料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导致这个现象 就导致他们去吸毒 年轻人会认为 朋友们就是 他们可以投诉 一个问题的地方 如果他们的朋友 是一个人 很负责任的人的话 有可能他们的问题 能够被解决 就是你跟你朋友讲 你朋友很负责 他帮你解决 可是如果 sabalene就是 反过来的话 你的朋友们 喜欢mongambil 个sambatan 就是趁机害你 比如你讲 你心情不好 他就趁机跟你讲 OK你吸这个毒品 然后你就会心情 好你就会很开心 他们就会借机来害你 所以爸爸妈妈就必须要 guard着他们 然后也要认识到 你的孩子的朋友们 懂他们的朋友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最后就会讲 全部单位 尤其是爸爸妈妈 必须要扮演各自的角色 然后 然后等待会认识到 as good as possible 就是要很好地 guard着他们 不要等到我们 后悔 在我们的孩子 变成像 bangkai berniawa bangkai berniawa 就是 有生命的尸体 就是他是人 可是他活到 很像尸体 这样子 就是吸毒 吸到杀了 不要等到 这个时候 才来 manyasal 才来后悔 因为 这个是 peri berniawa 就是你先想好好 才做 你就会得到好处 可是 如果你 就是你做完 后悔的话 dita berniawa 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后悔 已经太迟了 所以要先做好 这里有四个 第一个 就是讲 抽烟的 后果 跟危险 就抽烟 什么后果 跟带来什么危险 就叫你 binchangkan 然后第二个 是peri berniawa 来的 也是binchangkan 这个peri berniawa 是你要买的话 就要买可以穿的 就是讲 不管那个东西多贵 比如一件衣服 一百万 可是那个衣服 可能可以穿 一百年 这样你就可以买 就是你要买 就是要买用得到的 不要买那种 很贵 然后又很快坏的东西 就很浪费钱 这个的话是 ranchangkanreality 就是电视节目 然后ranchangkanreality 就是真实的节目 就像那种 游戏节目 可是真实的 它会带来比较多的坏处 然后叫你binchangkan 叫你讨论 所以你可以讲坏处 你也可以讲好处 或者你要两个坏处 两个好处也可以 这个的话是讲传统游戏 就是像那种 garsing那种 wow那些 必须要被保护下来 就是你还是要教 以后你的孩子 会玩这些东西 然后叫你讨论 就为什么要留下来 就为什么要留下来